欢迎收听长篇都市言轻小说句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军演讲故事 由英军儿育文化传媒与阿里文学联合出品 第233集 下午大家就谈得差不多了 康伟对在鹏城特区做生意的事很感兴趣 开车送夏小兰回招待所的路上又谈了谈 夏小兰问他 工作到底咋回事 康伟无所谓道 不好不坏 换日子呗 夏小兰服气得要命 多少人想进油电部的部委工作啊 康伟是起点太高 所以才对这样的贤侄不屑一顾 贤侄是很消磨人的志气 可但凡有点上进心 把贤侄也搞得有声有色 康伟家不可能一点关系都没有 还怕得不到重用吗 不知道是康伟奋斗了没用 或是他心思压根不在这一块 夏小兰也没多说 彭城那边我是想做成长久生意的 不过未来四年我得在京城上学 我们也不能把生意都丢给白珍珠 我寒暑假都会去彭城 平时就要你多照看一下那边 夏小兰来京城三四天 都没看看委去上过班 可见他那工作是真闲 既然闲那就多出点力吧 我把工作调到彭城去 算了你还是留着京城的工作吧 等生意运转起来再看情况 油店部后事太牛了 夏小兰也不敢替康伟规划职业 万一过几年 康伟又想专心在油店部干出点名堂 这时候京城往彭城特区调容易 再想调回京城 或许就有困难了 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想法多 别说对未来的规划 就连性格都飘忽不定 眼看着要到招待所了 一辆拖斗摩托 忽然斜斜开出来 别到了康伟的车位 这么宽的路 是不是瞎呀 康伟一踩刹车就往车下跳 结果发现 是邵光荣的贱人 笑得见兮兮 分明是主动撞上来的 康伟真想把邵光荣揍一顿 连着两天碰见这贱人 京城有没有这样笑啊 光子 你还想干架呀 康伟气冲冲的 邵光荣却笑得渐渐的 哎哎哎 先别打 你车上在了谁啊 我就说你小子有情况 这两天车不离身 又那么晚才回去 是不是 邵光荣伸长脖子 往车上张望 夏小兰干脆把车窗摇下来 她在的是我 陆登下 夏小兰那张脸 能聚散三月傍晚的寒意 啊原来是大嫂 邵光荣精神一震 康伟啊 你这也太不够意思了啊 大嫂来京城 你都不通知一声 夏小兰也下了车 通知什么呀 我也是为了康伟家 装修房子的事才跑来的 过两天就回去了 邵光荣问夏小兰 有没有去看过周成 她比周成年纪大 偏偏叫周成是哥 福气的是周成的江湖地位 自然要叫夏小兰大嫂 夏小兰要专心准备 七月份高考的事很重要 邵光荣这次不敢大嘴巴 周仪和佟丽丽整天缠着她 邵光荣不和他们喝酒 不喝醉就能控制自己不瞎说 就怕佟丽丽一激动 跑去找夏小兰 邵光荣害怕周成真的生气 去看过了 刚从部队回来 大嫂 一定要让我请你吃顿饭 到了京城这地界 不能让康伟一个人显摆吧 我虽然没有康伟有钱 一顿饭肯定能请啊 四九成 你随便指个店 我保证不打磕吧 邵光荣一定要请夏小兰吃饭 夏小兰推托不过 你也挺久没见周成了吧 他后天要是能请假 我就叫上你一起吃饭 邵光荣挺高兴 和夏小兰说话 真是敞亮不费劲 不小心眼 嗨嗨 嫂子 那咱可就说定了啊 康伟好像还有话要说 反正也没几步就到招待所 夏小兰干脆自己走了回去 邵光荣不满道 哎 你今天去部队看周成 也不招呼我一声 太不够意思了吧 康伟冷笑 哼 我看你最近和佟丽丽 几个走得挺近的 哪敢通知你啊 你是不是被佟丽丽 迷住了 长得那么难看 还敢兴摇作怪 凭良心说 佟丽丽长得并不丑 邵光荣机智的没有反驳 你就那么不待见佟丽丽啊 至于嘛 又没啥大愁 上次你大嘴巴 把嫂子的事到处说 周一一下子把嫂子的存在 捅到赵家长辈面前 打了成子哥一个措手不及 我被关一抓进去 死了半天啊 佟丽丽喜欢成子哥 谁不知道 她和周一又是好姐妹 周一摆明着 要去帮佟丽丽的 康伟在周家客厅 听得清楚 关惠娥说储对象形 坚决不允许周成 和夏小兰结婚 但周成和夏小兰 能分开吗 别说周成的性格 就让康伟看着 夏小兰要想和谁好 哪个男人会舍得放手 就说今天 网部队送羊的事 有点高调 有点任性 更多的是大气 夏小兰 为啥能这么高调 佟丽丽敢不敢 佟丽丽不敢 佟丽丽拥有的一切 是因为她姓佟 夏小兰能大方撒钞票 那是因为钱都是 夏小兰自己挣的 两者的底气 能一样吗 康伟一说 邵光荣就明白了 向她打听消息 就也罢了 把事情捅到长辈面前 不是想叫周家出来 棒打鸳鸯吗 周成是啥性格 邵光荣了解 邵光荣惊出了一身汗 周一说话好听 佟丽丽看上去 也挺放得开 没想到这俩妞 如此阴险 追男人又不丢人 喜欢周成的女孩很多 但追人各凭本事 你摆明车马追你的 哪怕周成有了对象 也阻碍不了有人追她是吧 但用这种手段 想拆散周成和夏小兰 再自己上位 没有男人不反感的 不管男女 这样的行为都很讨厌 凭实力挖墙脚 和靠长辈施压 棒打鸳鸯 根本不是一回事啊 靠 那俩臭娘们 邵光荣想到自己 最近像傻瓜一样 被周一和佟丽丽 呼来唤去 她是有警惕心 可这俩女的如此阴险 纯洁老实如她 早晚要栽到沟里去 邵光荣哭丧着脸 唉 上次不该喝醉酒 不说也说了 你说要在哪里 请大嫂吃饭 才能够 找不回来啊 康伟笑得幸灾乐祸 把你身上的肉刮了 骨头架早汤 献上求饶才有诚意 我记得你在外边 有个小套衣 你要不要装修下 你还记得 嫂子的旧吧 现在专门做这行 我那边已经开始装修了 趁着嫂子还在京城 让她也给设计一番 邵光荣平时都住在家里 换女朋友比较频繁 就像单位要了个套衣 有时候就住在那房子里 装修是没问题 但邵光荣不如康伟有钱呢 他是有多少钱花多少钱的 来钱的路子少 年前刚买了辆摩托车 现在不说都是比脸干净吧 让他掏几千块出来 还真没有 康伟嫌弃他丢人 邵光荣也觉得没面子 为了把丢掉的李子捡回来 他搭着康伟的肩膀 哎呀 这钱啊 你先替哥垫上 等我把摩托卖了 还你 你先替哥